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Alfred 今天我们来介绍这个X431 Pro 3 今天的这个视频主要是怎样如何去用这个X431 Pro 我们的Launch产品 最后这个是X331 Pro 3 这个是它连结器 这个是加长线 我在这里做一个比喻 比如说您修的车 它是这样的情形呐 比如说 他出了力短機的时候 每一辆车 下面 里面都会有一个Connector 这个Connector是给我们去做诊断功能 OK连接了接头过后我们现在开始做诊断 诊断了这个X3E Pro 3呢 或者是Pro呢 所以这都会有一个iconX431在这里 所以我们打开的X431过后 过后我们开始诊断了 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的这个车款是本田 我们进入这个Local Diagnosis OK接过后呢我们去选亚洲款 我们是选Honda 那么Honda过后呢我们就按下面的OK 那Connector再响了 有反应了 所以现在我们是要选择我们要16bin 3bin 还有这个SCS 16bin 我们是去选这个16bin OK OK 当Cambus的车款的时候呢它会有这个所谓的VIN VIN是Stand for Ware Identity Number 所以这个是车身号码 我们所谓是车身号码 车身号码呢里面呢它就代表了这款是什么车 所以它会出现CT在里面 所以这里呢你可以选择Health Report 你可以选择其他的OK 当当我出现呃比如说这个这个情况有几种几款的灯出现的话 我会利用这个Health Report进去 所以它会把所有这款车里面有的系统Scan一遍Scan一遍过后呢它就可以让你知道你哪里部分出的问题了 这里 Engine 2-cord 有4个4-cord 还有ABS有1个4-cord 所以它其实它用 用完所有本田有的系统来Scan这辆车 比如说我们看到已经达到我们要看东西我们可以暂停 下面有个Pause 你直接按Pause 它Scan完这个 这个最后的这个系统呢 它就出来 所以我们先解决问题嘛 那么其他的 其他的系统 等下你 解决了过后 你再慢慢再重新再Scan 再Delete都可以 OK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 Trouble code 我们所谓的DTC Trouble code里面呢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IAT S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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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gh voltage 它其实这个字里面呢 它代表着很多很多东西 它会讲很多话 它不只是跟你讲IAT Scan Scan 好 so 我们这里呢 你有看到旁边有一个放大镜 还有一个G Google 我们可以这边 我们的 因为我们是用的平板电脑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的Google search 这个Scan 所以如果 它出现这样这个的话呢 Google其实很好 它有这个 照片 照片里面呢 你可以直接去寻找 这个Scan 到底放在哪里 所以这个可以看到在 FU的旁边 我们去找一下看 OK 这个Scan Google search 所出来的 啊 它是在FU的旁边 FU的旁边 我们看一下 对了 就是它 这个 IAT Scan Intake Air Temperature Scan 其实我们如果这样子的情况 会 会导致什么问题出现呢 首先 我们倒回去 那么我们要知道它 把这个Scan 操作 那么就怎么办呢 那我们 那我们这边可以进入 Engine 系统 啊 我们记回刚才这个 IAT Scan 还有 MAF Scan Scan 所以这两个系统呢 如果我们要看这个Scan Scan 的 操作性的话 我们可以去Read Data Scan 这个是Live Data 来的 那么 那我们 Manual 是 里面呢 刚才那个名字叫什么 IAT 我们找一下 IAT Scan 找到了 还有 Map Scan Maining Map 这个分两个出来 是因为 一个是Wattice 一个是它的 啊 那要是我们如果是Wire出现问题的话 它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出现 那么 当我们 解决了问题过后 我们依然会看到 它的 Cover Code 但是我们 要把它清洗掉 好 它提示里面的东西呢 我们要照做 如果你是在车里面的话 放一个Punking Break Stop Engine 对 So Break 4 Code Complete Complete So 这个我们会重度多一次 Double Check 它是没有Trouble Code 在清洗了Trouble Code 过后 我们重新启动引擎 引擎灯灯 灭了 所以现在剩下 Warning ABS OK 不 啊 如果是 当然 Engine的问题呢 我们刚才可以解决的 但是 有些刚才我所谓的 所谓讲的Cambus问题嘛 那么你 你现在可以看得到 ABS 还是写着PCM Mount Function PCM Mount Function是什么 P 代表Power Train Control Module Mount Function 后面还有一个Engine 那么这个东西呢 其实你不用管它 因为之前是Engine的问题嘛 那么这个情况 我们只是要Clear它的DTC Dinosaur Travel Code 我们下面啊 右下角那边呢 会有个Clear DTC 这个呢 是一次性将所有的Trouble Code都洗掉 哇 我们做一个 OK 当完全清洗了Trouble Code过后 我们重新 Start Engine 好 那么 Engine 灯 先出灯 全部都灭了 都灭了 灭了就是没问题了 OK 所以今天我们的任务都完成了 这辆车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么我们的诊断 如果你需要继续的诊断的话 你继续重新在Health Report 或者像刚才下面的Continue 里面可以继续的Dignosis 继续的检查 所有这辆车的系统 如果没有需要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推出到外面 好 那么整个诊断功能就完成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Longstech Malaysia 在YouTube里面 谢谢 谢谢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